上海中心气象台 6月29号中午12时50分发布 暴雨蓝色预警信号 哇这个场大雨 随之就在中心城区郊区产生一小时雨量 达35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雨 这个雨水是满烈的 我们已经感受到了 受此情况也发布了大风的蓝色 大风黄色预警信号 以及冰雹的黄色预警信号 雷电的黄色预警信号 哇这一天挂出这么多信号出来 确实是很厉害 那其实之前大家都有报道说 今天会有大雨 早上起来的时候呢 总觉得这雨下不下来 到中午的时候就发现不对了 这雨真的来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天气预报还是蛮准确的 这一场暴雨之下 不知道早上出门的人 有没有带上自己的雨具 在梅雨季里面 终于有这样的最后的倔强了 那还是来一场大雨 是蛮舒服的 不是很不情愿啊 那在此情况下呢 其实空煤已经成为这个大事了 这一次梅雨季并不是很典型 当然在此时节仍然要注意防暑防雨 都不要放松 而台风呢 很有可能在本月末 下月初 深沉三个台风左右 那这个台风对上海 必然会有一定的扰动 所以接下来我们还得防着台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